好,这个农粮署近年来在花东地区推动了大粮仓的计划 来增进国内外加工销售等面向 除了让持农持上米走出海内外 还让荞麦、小麦等作物不再仰赖进口 品质更深知知名的连锁素食业者的肯定 制定要采用 同时也将旧股仓来改建为 池上豆汁煎黄豆主题的餐厅 新鲜黄豆更能变成各种的美味料理 红通通的鲜虾加上各式蔬菜搭配软Q的面条 五颜六色的荞麦面让人看了食欲大增 来自华东的荞麦品质有保证 连锁素食业者都制定采用 也验证农粮署近年来推动大粮仓计划的成效 我们大粮仓的计划推动以来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能够水和田温充 那特别是我们每一年必须要靠进口的这个 黄豆小麦还有玉米这一些都是我们生产不足 可是我们国内非常适合来做 加工有机农产解决国内水道过剩的问题 还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幕后工程就是东风十岁的曾国琪 他曾经荣获第三十届全国十大神农 在耕种技巧更是有一套 无人机缓缓落地 使用机械大面积播种 一周后就能看见大片绿油油的成果 增加效率也协助老农打造双赢局面 除了乔麦小麦都封十岁 还能用黄豆变出多种新花样 隔开热豆将表层薄膜石斧 捞出一张张豆皮晒干 制作过程超级疗愈 由一颗颗新鲜黄豆打造的豆之间农产域 能做成我们平时使用的豆皮 豆花 豆干 豆腐 以及豆包等料理 改造旧古仓 结合池上在地农作物 连接到餐桌再走出国际 大粮仓计划 这时保岛台湾不用依赖 尽头有了背后这群不怕苦的农夫 一步一脚印 也能种出自己的好味道 记者综合报道 这时保岛台湾的 那时保岛台湾的